做出有点像表单设计 这个启动表单之后 最好是可以有下拉选单 按下确定之后 可以自动产生下面的东西 而且会多增加下面的东西 感觉应该会比较逊一点点 类似像这样 如果说客户名称多的话 按下确定 它会跑得比较慢 这感觉好像应该会 比较专业一点点 感觉好像这个单价 应该会可以再提高一点点 至少比较 虽然说功能都差不多了 其实没有增加什么 只有增加视觉上面的差异 那视觉上的差异 第一个就是上面 你可以变成下拉适拳 也是说你将来呢 如果要批次产生你要的栏位 那你当然需要清单 清单做好之后的话 你可以有个下拉的选单 第二个按确定之后 除了可以更新下面的东西之外 也同步更新 这边有个Bot 那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很复杂 这个东西 我之前本来是 另外用外部的 有个叫PressBot的元件 那个有个控制项 可是后来我发现 那个控制项有个问题 在32位元的环境下 没有问题 可是那个在64位元环境下就出状了 所以之前大部分同学都是32 可是少部分人 他公司用的是64的 他一跑 H1就挂掉了 后来我这个有改过 我就把它改成 没有就是63 就是用那个一般的Label标签 最常用那个大A标签 标签里面只是改它的背后颜色而已 那我更新只是更新它的宽度 本来是0嘛 慢慢慢慢把它拉宽 让它有那个进度的感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可能也许就是demo给各位看 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再来做这方面的练习 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你只要使用者 需要等待的时间 稍微久一点点的都可以试用 最常用到的 其实这个还OK 因为这个东西还蛮快 最常用到的是 从网路上捞资料的时候 因为网路流量 这个不是那么稳定 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 有时候慢到什么程度 慢到可能你还塞车 那塞车你如果说 你不有个这个东西的话 那使用者还以为 你这是不是以色有当掉了 如果有这东西 他反正慢慢等嘛 切过来 可以那个 OK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下个礼拜 再来看这个快速分裂 这个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时间可能不太够了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先讲到 有关批次查询的相关功能 然后里面的话主要就是 新增工作表 删除工作表 就批次的 再把那个共用查 共用的那个筛 就是共用的程序 最后呢 稍微提一下有关那个 就是进度状态列 那当然这种界面设计 一起试用 只要你将来 使用者会需要等待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给他一个 这个状态列 下拉清单也可以讲一下 OK 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 就先讲到 后来后面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还会继续再来看 那个有关就是 如何从网路上下载资料 不过从网路上下载资料 这个难度当然又更高了 有兴趣同学可以先 回去先试试看 那网路上除了 雅虎股市之外 还有像外汇资料 像最近我又试了一下 像那个开放资料 像那个什么 私价登录啦 或者是台北市的 台北市现在开放之下好多 哪里塞车 或者是说 像气象局 他也有我刚刚讲的潮汐 或天气 等等这些网路上都可以查到 你也可以捞那些资料 在你的Excel里面 也可以显示出来 甚至你可以定一段时间 自动去帮你捞资料 这个我想下个礼拜 再来看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 不妨可以先预习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你的资料 也可以从你的云端硬碟 比如说你放在云端上面的资料 也可以再把它捞下来 其实这个东西应用 我觉得还蛮广泛的 不只是说只有在Excel自己本身 云端上面的网路上面的资料 其实都可以拿来应用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那记得下个礼拜 那好